希伯来书 第十一章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我们因这信 就知道诸世界 世界神话造成的 这样所看见的 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亚伯因着信 献祭与神 比该隐所献得更美 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 却因着信 仍旧说话 以诺因着信 被接去 不至于见死 人也找不着他 因为神 已经把他接去了 只是 他被接去以先 已经得了 神喜悦他的名证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挪亚因着信 既蒙神指示 他未见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了一支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 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 那从信而来的义 亚伯拉罕 因着信 蒙照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 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哪里去 他因着信 就在所应许之地 做客 好像在异地 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 一个应许的 以萨 雅各一样 因为 他等候那座 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 所建造的 因着信 连萨拉自己 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 还能怀孕 因他以为 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所以 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 就生出子孙 如同天上的星 那样众多 海边的沙 那样无数 这些人 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 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 是表明自己 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 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 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 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耻 因为 他已经给他们 预备了一座城 亚伯拉罕因着信 被试验的时候 就把以撒献上 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 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 论到这儿子 曾有话说 从以撒生的 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他以为 神还能叫人 从死里复活 他也仿佛 从死中 得回他的儿子来 以撒因着信 就指着 将来的事 给雅各 以扫祝福 雅各因着信 临死的时候 给约瑟的两个儿子 各自祝福 扶着帐头 敬拜神 约瑟因着信 临终的时候 提到以色列族 将来要出埃及 并为自己的海骨 留下一命 摩西生下来 他的父母 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 就因着信 把他藏了三个月 并不怕亡命 摩西因着信 长大了 就不肯称为 法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 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 最终之乐 他看 为基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享望 所要得的赏赐 他因着信 就离开埃及 不怕亡怒 因为他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 那不能看见的主 他因着信 就守逾越节 行洒血的礼 免得那灭长子的 临近以色列人 他们因着信 过红海 如行干地 埃及人 试着要过去 就被吞灭了 以色列人 因着信 围绕 耶里哥城 七日 城墙 就倒塌了 祭女 那何 因着信 曾 和和平平地 接待探子 就不与那些 不顺从的人 一同灭亡 我又何必再说呢 若要一一细说 基甸 巴拉 参孙 耶弗塔 大卫 萨摩尔 和众先知的事 时候就不够了 他们因着信 制服了敌国 行了公义 得了应许 堵了狮子的口 灭了烈火的猛士 脱了刀剑的锋刃 软弱 变为刚强 征战 显出勇敢 打退外邦的全军 有妇人 得自己的死人复活 又有人 忍受严刑 不肯苟且得释放 为要得着 更美的复活 又有人忍受戏弄 鞭打 捆锁 监禁 各等的磨练 被石头打死 被锯锯死 受试探 被刀杀 披着绵羊 山羊的皮 各处奔跑 受穷乏 患难 苦害 在旷野 山岭 山洞 地穴 漂流 无定 本是世界 不配有的人 这些人 都是因信 得了美好的证据 却仍未得着 所应许的 因为 神给我们 预备了 更美的事 叫他们 若不与我们 同德 就不能完全 是 权 但 不能 许 途